我想提醒一下 國民黨的這些人 你們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你們現階段最重要的任務 是選黨主席嗎 是這個東西嗎 對國民黨來講 現在最重要的是什麼 公投嗎 當然是公投 請問一下8月28號的公投 如果沒有過 國民黨還玩個屁 直接一想到是2022的選舉 然後你們要在公投 之前一個月換黨主席 這個趣味 對 兵哥你這樣講 倒是沒講到 是 你們在公投前一個月 準備換黨主席 當然不一定換得掉 也許是江景成連任我不知道 但是你們準備來 再大內鬥一次 然後把全部支持公投的力量 再裂解掉 請問一下 這個是一個適當的 正確的決策嗎 是不是怪怪的 而且我想請教一下 假設不是江景成連任 假設是未來 不知道哪一個主席 上來之後8月28號才一個多月 對 立刻面對什麼事情 假設公投輸 這個主席要不要繼續幹下去 這個 7月才上8月的事 難道馬上又引咎辭職 下台負責 可是你想想看 假設今天如果公投 過了兩個或過了三個 這個都還OK 假設公投四個全輸 你怎麼辦 我看我們節目 可能你做不下去了 差不多 我覺得差不多就這樣 因為公投四個都全沒過 表示什麼你知道 第一個 民眾就真的像某雜誌講的 真的完全支持民進黨 他們完全信任他 第二個 你國民黨的信任黨主席 帶領大家 第一仗就打得如此難看 請問一下你怎麼當黨主席 你2022的提名 你確定大家還會信任你嗎 對 這不是很嚴重的一件事情嗎 所以國民黨確定 一定要在7月舉辦黨主席投票嗎 兵哥提到這個真的是 大家都沒想到的問題 所以你們是不是要緩一緩 至少等到8月28號 公投結果出來之前 至少在8月28號之前 凝聚 展現給全社會看 國民黨是團結了 大家現在只有 同性一義只有一個目標 就是公投要過 等到公投過了之後 再決定要不 下一任黨主席到底是誰 不差這幾天 國民黨的規矩 其實隨時都直接改 每一次都因人勝事 設事不是每一次都改得亂七八糟的 這一次為什麼不能改一改 差一個月 有差嗎 所以我真的希望國民黨 要好好想清楚